常常就跟我們一直嗨一直嗨 然後就是一直站在幼稚人前面 只要有人出來他就一直嗨 然後有些小朋友都嚇著 疑問之下才發現 原來不只一位同學被騷擾 常常就是背著一個書包 然後穿著國小衣服 然後就一直叫他麥可哥之類的 就是這名麥可哥 經常在學童放學時間 在校外閒晃 男子怪異行徑早就傳遍附近社區 學生口中的麥可哥 就是在新北市三峽中華路 一帶出目 而每一次出現時都以不同身份 跟小朋友打招呼 三峽中華路附近有安息國中 國小和介壽國小 而這位麥可哥 專挑穿制服的學生搭訕 除了21號在蝴蝶廣場門口 強拉學生要借制服之外 其實去年底跟今年5月 就曾到台北市大安區 跟北投區的素食店 自稱是體育老師 騙國衣男學生要借運動服 給新生借穿一下 小朋友信以為真 把衣服脫了 結果就光著身子 等了半個小時 男子都沒有再回來 聽說他有在那個公園活動 就是他們所說的那樣 什麼怪叔叔這樣子 對啊 有有有 我們有請我們的社區的巡守隊 要加強巡邏這樣 這位是北方報導 谢谢大家